昨天最夯的新闻 有没有 赖佩侠坦白说我觉得 蛮出奇不意的 算是一个好招啦 而且保密到家 没有人猜到过 对 他因为保密有没有 保密到 保密到有没有美国籍 你都不知道 这也是蛮天才的啦 好结果呢 被这个问到说 你要当副手 可是你爸爸是美国人啊 那所以你的双重国籍 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 哇 那赖佩侠也是 好像也蛮 也蛮阿沙利啦 这个已经请律师再去处理 要放弃美国籍 那中选会其实还算贴心 你只要在11月24号登记 最后截止日之前 你放弃美国籍 你就可以来参选 中华民国的总统 好啦那结果 你事前真的都没有 调查一下你的副手 没有讨论一下说 里面合不合啦 然后背景啦 等等的身家资料啦 等等的 哇 结果 郭台铭的发言人 黄世修说 公布副手 当天郭板才知道 他有美国籍 保密到家啦 因为都当天才知道 是赖佩侠 然后呢 赖佩侠自己 他自己也蛮可爱的 我事前就知道 美国籍的问题 记者之后会立刻找律师 向AIT联络 要来放弃美国国籍 这个要请联络说明 你之前就知道 你不是应该赶紧跟你的搭档 郭台铭讲啊 然后如果你是真心诚意 一起拼 那你就应该在事前处理掉这些事啊 你就开始着手进行 放弃国籍的行动啦 我觉得这个动作有一点点搞笑 耍宝啊你 就是我们在座人 可能都不知道赖佩侠美国籍 但是有一个人一定知道 就是他本人 对 他一定会知道他美国籍 而且他也在台湾住了这么久 他应该知道 台湾的公职人员 是不能具有双重国籍的 对 所以照理说 你在答应郭台铭的那一刻起 你就应该跟郭台铭讲说 那我有美国籍 我赶快来去放弃 对呀 正常是这样子做 对不对 还是说郭台铭其实是前天晚上才跟他说的 所以他也来不及去办 因为AIT下班了 这我就不知道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中选会的这个 政府总统选举罢免法的 世行戏则里面 他的规定那段法律文字 有一点点的模糊 他意思就是说 你去 连署现在都没问题 你去登记的时候 不可以具有外国国籍 但是登记截止日子 11月24号 如果这两天 照吴征照理问他们的说法 赖佩霞拼在11月24号以前 收到国务院核准的 那个文件 基本上不太容易 因为只剩大概70天而已 很拼啦 很拼 我不敢讲完全不可能 因为以前林瑞雄曾经有 也是9月15号 9月16号 其实蛮久的 因为理想也有放弃过 加拿大国籍 所以大概都在 两到三个月之间 理想你那时候也花了 我们加拿大比较快 因为加拿大 他其实是蛮 就简单的一个程序 美国超复杂 所以美国很复杂 你知道我先说 林月祥他这个 可能不是完全正确 为什么呢 因为赖佩霞 赖佩霞 最主要是AIT 只受了你当事人的 一个申请文件 就是说他不接受你 透过律师 你一定要当事人去做 对 因为他怕说你是被怂恿 或者 而且他的移民官 会面谈至少两次 第一次他会先问你 他想要确认 你是不是受于 强暴胁迫的势力 而被逼放弃美国籍 所以他是 对于美国公民放弃美国籍 他有一个很大原因 就是你是完全出于自愿 所以他会再三跟你确认 所以你照那个时间来算起来的话 11月24号之前 要收到国务院核准的公文 我觉得有点拼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假设11月24号之前 他们去登记 出现一个情况 那被想要拿出 我申请放弃的 那国务院也收了文 也盖了章 但是还没有核准 这样算不算完成放弃 不算啊 对 要完成啊 对 所以这个到时候 会有很大的问题 那所以这种 这种搭配组合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说 选不下去 就是我先来演一场 对 然后11月24号 去登记的时候 对不起因为我是美国人 不能选 拜拜 大家拜拜 前面都误会一场了 拜拜 再见 而且其实放弃美国籍 还有一个问题 我不晓得赖佩霞 有没有想到 也许这一条 也许郭董可以帮他买单 因为放弃美国籍 美国人也不是吃素的 他怕你因为在美国 欠了很多税 你放弃国籍 顺便放弃税籍 我这个税我就不用缴了 所以很抱歉 放弃美国籍会有一个程序 在你宣示的前一天 他会把你所有的财产 请注意我讲的是所有的财产 包含你的股票 租宝 你的房地产 全部用当天的市价 来计算 然后呢 算出来一个金额之后 如果你达到缴税的标准 很抱歉 那个税率40%而已不高 等于是要剥掉一成皮 但是跟郭董讲OK的啦 讲钱就熟悉了 当我副手当我副手 你确定 所以这是赖佩霞 可能将来会面对的问题 那他得要赶快去解决 不过我平常听讲 郭董找赖佩霞 加分减分现在看不出来 但是至少制造话题 我觉得这一点 郭台铭是成功的 没错 而且其实你看 昨天赖佩霞出场的时候 哇你知道那个 气场真的很强大 感觉上他比较像正的 郭董在旁边 那比较像副的 老实讲 我觉得郭台铭很认真的 有帮赖佩霞 在这个铺梗 各位请看 这是我在Google Trend上面 找到的一个资料 非常意外的 是在9月13号星期三 赖佩霞竟然是当天的 Google Trend的排名第二名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9月13号 有好多人搜寻赖佩霞 合理吗 因为什么时候 它是9月14号的早上8点半公布的 那为什么在9月13号 会有这么多的赖佩霞的讯息 这个是非常诡异的一个迹象 然后另外我再给各位看 这是9月14号早上 当赖佩霞被宣布了以后 蓝色的是赖佩霞 红色的是郭台铭 然后柯文哲是黄色的 合友谊是绿色的 你看看赖佩霞这么高 然后剩下来的几乎全躺平在地上 无敌高耶 对 然后全躺平在地上 这次就是一天 从昨天一直到今天 再给各位看一张 这个图稍微小一点点 这是一天的一个变化 你看赖佩霞的声势 很快就掉下来了 各位可以看得到 赖佩霞的声势很快就掉下来 刚才其实说到说赖佩霞 他的放弃 他的国籍 有没有可能成功啊 我举过去曾经有成功的例子 是宋楚瑜 宋楚瑜在2011年的时候 9月15号 那年的9月15号 他到中选会领表独立参选 9月20号 他宣布林瑞雄 来作为他的搭档 26号 林瑞雄亲自向AIT领表 隔一天他宣布 他放弃美国国籍 那是9月26号 11月21号 美国方面 寄达 契集的文件 因为宋楚瑜当年跟美国的关系算是很好 依照省府还有宋楚瑜本人 可是你觉得郭台铭跟美国AIT 或者跟美国的关系现在是好吗 他都可以马进去看川普了 那是川普 所以我觉得现在恐怕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就会回来 就是你联署书上可能是郭赖佩 那但是呢 你未来你就算联署成功 万一赖佩霞没有办法来作为你的搭档 而且这个更荒谬的是 这个最荒谬 没有关系啊 因为你看赖佩霞声量这么高 而且国民党蓝军紧张的半死 你看攻击都开始了 我觉得 我只要制造这种压力就OK啦 最荒谬的是 郭台铭把他参不参选总统 交给美国人来决定 你知道吗 这是交给美国人来决定 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